第三个灵恩派的领袖 这个人叫做Jimmy Swaggart 在1975年到80年的时候 他是世界最重要的讲员之一 甚至在马尼娜在台北台香港买电视的时间 广播他的讲道 许多人认为他是世界级的大葡萄家 他的特点是一门讲一门唱一门弹琴 他住的地方可以八千人一次聚会 他讲道常常出现这句 God told me 给了一个家乡上帝的启示临到他 好像临到从前的先知一样 我也就是在美国不到位晚了 晚上不能睡 我开电视刚好他讲道 我听到几句很可怕的话 神告诉我他最恨基督教 神会毁灭很多的教会 所以我的教会有兴起 神告诉我 每次他讲这句话 就说 God forgive you God forgive you 因为你以为你像先知领受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 在圣经里面已经完成了你 你讲什么呢 有一天 他把他的一个同工开除掉 因为他的同工犯奸淫 被他开除掉以后 他以为解决了问题 想不到那个同工纯心报复他 所以就追踪他的生活 后来发现 Jimmy Swaggart自己常常去找基尼 到基尼宴里面去搞 这个人吓了一跳 你把我搞掉 你自己搞 你搞我 我现在搞你 很远的地方 用掉镜的video把它录起来 进到那一间 时间记录 什么时候出来 时间在记录 也就是他出来的时候 发现轮子 所以他在跑进去 在这一个 这个 pump 来灌他的风 全部录进去 就把它收起来 把它寄到 Colorado 这个 General Assembly of God 就把它存在那边 因为他的教会 就是Assembly of God的总会 他们把它招贩出来 问他说 Jimmy Swaggart 你有没有犯这个罪 没有 我没有犯这个罪 请你进来 坐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把电视开出来 把他的行踪都播出来 他没有办法辩论 他承认他去召集你 他们就开会 决定discipline他 两年不可以上台讲道 他很难过 但是这个难过 不是悔改 因为他是因为 被决发以后 良心发现才难过 所以有以前 他对八千人讲道 那个我又在美国 他说拿了麦克尔文 走来走去 大大哭 他不是真的悔改 弟兄姐妹 我像大卫 我犯了罪 哇 很多人听了 吓了一跳 有一些人为他流了眼泪 因为他像大卫 我有罪了 我有罪了 就圣地赦免我 你们也了解我 从那天开始 他的聚会一落前障 半年以后 他认为 我不应当受 我的教会discipline 哇 还有很多的听众 所以他再养大我们 那怎么可以呢 因为已经被discipline了 他说我宣布 脱离我的教会 宣布脱离以后呢 他们没有办法 他自己再重新主折 大概四年以前 我在电视 还看到他讲道 那个时候 没有千万观众的 壮大的场面 只有前面两排人 听他讲道 整个镜头 只有对着他一个人 如果他们会反应 自己和节目会 三千万元 我终于 平均 一千万元 我们也不得我 四千万元